大家好,今天是8月15日,星期四 明天就放假了 今天市場比較反覆,不過基本上是趨好的 也說過,我認為市場應該是好的 有望上戰173 這張三是一個重要的位置,不過不要緊 我們遲點再說一說 現在大致上升了,大約一半的板牌上升 哪五個板牌上升得最多呢? 其實上升得最多是其他 其他有些小的東西,即是ETF、基金等 保險上升得多,這是好的 資訊波機上升得多是好的 這代表是硬的 半導體上升得多是好的,代表經濟是好的 媒體上升得多,只是一般性 其他人也會有很多資訊波機上升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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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部分啦 其他部分也是很少 需要留意一下,可以回到中國 暫時暫時沒有什麼用 除了粵文集團台, 全部都是蚊型股 我們看看之後的板塊方面 騰訊今天回跌, 阿里巴巴又跌 銀行方面比較上升, 保險度上升 所以銀行表現得比較好 看看大市 大市開始好一點 站上去, 站上去 保利哥通道中族 保利哥通道中族是17141 現在正在做17196 今天試過173 昨天我說會試173 173之後怎樣呢? 我個人傾向都看 個人傾向看 173之後呢 只要今天站得起17141 那就有望 再上轉就是175 這個保利哥通道頂 這個保利哥通道頂是17631 如果這個升穿了 這個保利哥通道中族 這個保利哥通道頂的話呢 我們看到它已經升破了之前的 很多這些是 之前的所謂的支持位 跌下來就是阻力位 這個已經升破了它 升破了之後 我自己個人覺得 將會是這些 都是會很易思執的東西 即是會有機會後向 去獻花在185這地方 不過第一件事一定要 成交要增加 成交不增加就不太好 好 下一段我們看看的是 這個什麼 有什麼可以留意呢? 今天留意中的燃氣